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 电话一下啊 你怎么这么不知道心疼东西啊 这么贵的手机你往水里放 放进去 花你钱买的 放进去 花水钱买的也不能这么糟的东西啊 太有钱了这是 您是 你管哪 谁让你来啊 湘东我一直在给你打电话 你 湘东你别生气 我知道这个月我又晚了 我前几天一直在国外 你知道国外转账是很慢的啊 我又知道你喜欢用现金 所以我一回来就把钱都带来了 看什么看 干活去 我今天来啊 第一是来给你送钱的 第二呢 我就在想 我们两个人能不能好好说口话呀 一身杀虫机吧 离我远点 湘东 你最近工作是不是特别地累啊 要注意身体 别一天到晚地玩这些东西啊 当心眼睛 天气也热了 天气也热了 要多吃点水果和蔬菜 对了 我在郊区有个菜场 你想吃什么 让他们送来好了 让他们送来好了 什么关系人是 冬冬 我刚刚那个女人 她是谁啊 跟你是什么关系啊 出去 我 我不问了 不问了 你有完没完 你有什么资格管我 就因为每个月给我这些抽钱吗 不是不是 我没有这个意思 你要是不愿意给的话 你可以不给 我不稀罕 我愿意给的 我心甘情愿 你要多少 我多愿意给的 钱你送到了 你走 冬冬 出去 冬冬我今天来是小白脸 你非让我动手推你出去是吗 好好好 我走 我走好了 你不要再生气了啊 我过两天再来看你啊 我过两天再来看你啊 在哪儿 放手去 就是小白脸 再给您续杯水吧 不用了谢谢 谢谢 搁这儿吧 搁你坐吧 坐吧 你坐到沙发上去吧 都一样 你在这儿做保姆多久了 一个多月 这么久了 在你之前 他已经有过不下二十个保姆了 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坚持到一个星期的 是吗 我比别人缺钱呗 要不这样呢主 谁伺候得了啊 不好意思啊 没别的意思 没事的 我明白 向东这个人吧 本性还是不错的 有的时候是有点难相处 还是希望你以后多多照顾他 多担待点啊 您别那么客气 对 快 学校小姐哥 大一 快 学校小姐哥 大一 老这样啊 向东 你怎么来了 我 我大 闭嘴 不去 我大老远 不去 你干吗呀 你等半天了 滚 你有病啊 韩向东 你不能好好说话呀 江天了你要搞清楚 这是我家 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 我还就管了 人家供你吃供你喝 供你住这么大的房子 还花那么多钱 给你买对破玩具 就算你们没有真感情 你能不能有点职业道德 你看你现在这样 就就就有个臭流氓啊你 你说谁呢 谁呢你 我就说你 伯伯 你别说话 我帮你教育他 江天了你给我听清楚了 我吃着用着穿着住着 每一分钱都是我自己专专的 你别不要脸了你 你不就是个医生吗 医生怎么了 就算你是个专家 我就是专家 就算你是个教授 你买得起这么大的房子 开得起这么好的车吗 要不是人家养着你 你能一个月花一万块钱 倾骨这样的帮忙来伺候你吗 我看不惯 他都没说话你说什么话 我妈老师给他面子 你小冬个先生啊 你不要你这面子 你管得着吗你 别拉手直往 我指你怎么了 别吵了别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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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冬你别吵了 妈妈这就走啊这就走 你走什么呀要走开走 妈妈她是你妈呀 她不飞 你赔吗 我不配 我不配 冬冬 过几天就是你的生日了 我知道你不想见我 所以今天来 我 我特意把这个礼物 提前给你带来了 好 冬 如果可以的话 每天 能陪妈吃个饭吗 好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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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迟到一个小时零两分钟 罚款五百 就两分钟 能不能罚一百 规矩就是规矩 没什么人情可讲 要么认罚 要么走人 我是真的家里有事 又是茉莉的事 那对不起了 没什么好说的 五百块钱对你来说 吃顿饭都不够 至于吗 你说什么 我说你对我刻薄 我对你很刻薄吗 反正也没多好 我凭什么对你好啊 白什么眼 我知道 你心里已经把我祖宗十八代 问候很多遍了 有没有遗漏 帮你补充一下 你忍气吞声 赖着这儿不肯走 难道是为了我好吗 不就是为了每个月 到手的一万块钱吗 我就是为了一万块钱 如果你想挣钱 就按照我的规矩来 把钱看中的人我见多了 之前那二十几个保姆 都是冲钱来的 没有一个人坚持过一个礼拜 除了你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比他们更贪 千万别跟我说 你挣钱是为了莫莉 对小孩子来说 钱永远没有大人想象的那么重要 钱 钱 只是满足你们大人的欲望和虚荣心 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说 我怎么就没有资格说这句话 你住过快要拆迁的威房吗 你会为几百块钱而烦心吗 你知道给自己的闺女想买件衣服 思来想去的滋味吗 五百块钱对你来说 随便出门给一服务员一小费 但是对我和莫莉来说 那是一个月的水费 电费甚至饭费 没错 你说得对 莫莉现在是花不了什么钱 但是哪个父母 不是为了孩子的将来打算的 那是你们的打算 你问过莫莉需要什么吗 她需要的是钱吗 她不需要 孩子需要的是父母的陪伴 需要是跟父母一起长大的过程 你们大人整天就知道忙着工作 忙着挣钱 没时间陪孩子 还口口声声地说 为了孩子 爱了孩子 那他妈都是扯的 你不想让莫莉变成我这样 你不想让莫莉变成我这样 我劝你一句话 别把钱看得太重 现在对得好点 钱 永远没有孩子重要 别把钱都能给你 别人来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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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想让莫莉变成我 茉莉变成我 就在学校忙的时候 我等着 东老大开车去接你 我需要照顺鲁 拜拜 你倒什么乱呀 既然你不让茉莉回家 我把她接过来有什么不好 我可是当着你面打着电话啊 不算拐弹 停 一下把我带茉莉回家 不在你那儿吃晚饭 那我就带茉莉吃完饭再回来 弄死瓦头了吧 他要做什么 就那个 那个 茉莉等着 秋秋 说你呢 从今天开始 你 还有你 还有你们 都归我的茉莉老大馆 你们要乖乖地听话 听后茉莉老大的指示 听明白了吧 劫北班了 走 走 来 谢谢莫连 莫连 莫连 你慢点 莫连 来了 来了 莫连 妈妈 你看 哥老大跟我们的新衣服 好看吗 还有太低行 买起来的那只 还要大呢 这是干什么呀 就是我买的 你放心 我不扣你钱 我不是跟你说钱的事 你买这些干什么呀 我不愿意啊 莫连 把衣服给我换下来 换不了了 我扔了 衣服呢 我扔了 莫连 去洗个手 车放那儿 自己去 我扔了 你去洗 你凭什么把衣服扔了 救的不去新的不来嘛 有新的为什么还要救的 那是莫连的校服啊 行啦 看你把你挤的 不就是校服嘛 在这儿呢 裙子呢 还想当我跟你的合约里有这条吗 还想当我跟你的合约里有这条吗 你可以随便干涉我的私事 可以随便跟我女儿买这些东西的吗 你那点破事 你就是给我钱 我都不会管你的 我自己的钱 我愿意给谁买就给谁买 你管不着 我女儿吃什么穿什么 我就一定得管 别的我管不了啊 莫连身上那件就算我买了 多少钱 一千二 下有月工资扣 给女儿买东西真舍得呀 一千二说买就买了呀 韩晓东 我警告你 你离我女儿远点 她想要什么 我这个当妈的给她买 你给她买 就你那钱包里 别说一千二了 连两百块钱都没有吧 你自己没钱给女儿买衣服 我给莫连买怎么了 你收下不就完了吗 让莫连高兴高兴怎么了 我是没钱 我没钱给她买一千二的衣服 但就算我给她买二十块钱的衣服 她穿得高兴我也高兴 又不着你在这施舍 什么叫施舍 我对莫连好像是我愿意 我不愿意 你自己当妈的没本事 就不允许别人对她好了 我就不允许了怎么了 你自己愿意吃咸菜 就非得拉着莫连 跟你一起吃苦吗 这是我女儿 她也是吃苦就管不着 别把莫连放在嘴边上 我倒想问问你 到底是莫连重要 还是你自尊心忠忠 都重要 妈 你们别吵了 我不要了 我什么都不要 我高兴了 你买你了 妈 有没有跟你说过 不许要陌生人的东西 你妈妈是说过 那你还让她给你买东西啊 可是东老大不是陌生人呀 那也不许要 你看你现在什么样子 人家给你东西你就要啊 那还要劳动干什么 要工作干什么 妈妈这么辛苦干活为什么 妈 你别生气了 我知道错了 其实今天我也不想要的 我都跟东老大说了我不要 就是后来 后来什么 后来我跟东老大有个约定 什么约定 东老大说 他没有朋友 也没有亲人 莫连生病了 有妈妈可以照顾 可是他生病了 都没有人陪伴 所以我没约定 现在他对我好 等我长大挣钱了 也对他好 妈妈 你不要生气了 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 其实我一点也不喜欢 学义衣服 还有 还有带弟兄 他那么大 家里都没地方放了 你不要生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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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姜泰兰这个女人 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 我对莫莉豪怎么了 她怎么能这样对我呢 真是搞不懂这个女人 自己没钱给莫莉买衣服 我给莫莉买怎么了 她收下不就完了吗 真是死要面子祸受罪 今天买了这么多东西 莫莉一样都没拿走 现在莫莉肯定很不开心 大熊 你说我该怎么办啊 我该怎么办 你怎么办啊 东老大说让我在这等他 他什么时候说的 我们打游戏的时候呀 你忘了吗 你昨天才认识他的 你跟他有那么熟吗 缘分嘛 这是谁教你的 东老大呀 你现在刚出院需要休息 妈妈先送你回家 一会儿妈妈还要上班 可他说他家有拳汤的 洗洋洋和灰台了 我可以边看边休息 不耽误的 莫莉 多老大 上车 莫莉 妈妈同意你上车了吗 你怎么还不让莫莉上车了 怎么着 这么大热天 想走着回去啊 上车 上车 颇 颈 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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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是灰太浪 干啥 你叫怎么了 你吃错药还是忘了吃药啊 怎么了 你说呢 弄那么多吃的在桌上 再穿成这样 犯病啊 你才犯病呢 我愿意 你管着吗 饭做好了吗 你想饿错 谁跟你是你们呀 我告诉你 等我饭一做完我就带茉莉回家 请看 姜天兰三个大资格是你亲笔签的 三十年合同的 我今儿就让茉莉在这儿吃饭了 为了保险起见 这份合同从明天开始 我会永久地保存在我的保险箱里 你就别惦记了 喜羊羊美羊羊回家 老公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鱼啊 非常的好吃 而且没有刺哦 青菜也要多吃点 多吃青菜才能鼓出维生素 谢谢多老大 不客气 你是不是很奇怪 我跟茉莉为什么这么好啊 我告诉你 这是天意 见识不清楚的 奶 你怎么不吃呀 妈妈不饿 你妈不敢吃 因为她在菜里下了毒 你能不能别在我女人面前胡说八道啊 快吃饭 别说话 吃个饭还不让人说话呢 那多没劲啊 茉莉 别听你妈的 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你有没有点家教啊 从小有没有人教过你 食不言 请不语啊 你怎么知道没人教过我 那你还说那么多 我给你 吃饱了 我得吃饱了啊 那行 你要是吃饱的话 你就去玩 想玩什么玩什么 你凭什么说我没家教啊 还当着茉莉面 你太过分了 你行不行啊你 别动 完好无损 没人碰过她 要有什么问题跟我没关系 茉莉 你也喜欢这个 这个是什么呀 我跟你讲啊 这就是东老大 传说中的高达X3 打住 你不用跟她解释 她也没兴趣听 吃饱饭了吗 妈妈送我回家 江天来你怎么那么霸道 茉莉说不感兴趣了吗 茉莉说想回家了吗 小朋友想玩个玩具你也管 行不行啊 茉莉 来 拿着 茉莉 你这一柜子破玩意儿啊 坏了哪个我都赔不起 我让你赔了吗 茉莉想玩她就可以玩 多事 茉莉 来 没事儿拿着啊 老大我还是回家吧 我也累了 这就叫做家教 懂吗 去拿东西去 去拿东西去 拿着 什么呀 钥匙 这不是不给陌生人钥匙吗 这是给茉莉的 茉莉啊 茉莉随时可以来我家玩 我 我要是知道茉莉想来 你却不让来的话 山东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你 别说你不会 你绝对干得出来 不是 我 你怎么那么多话呀 你有病啊 我说话了吗 你心里有抱怨 我看得出来 赶紧干活 那边有脏衣服 好 洗了下啊 什么医生 今天有什么好心的 万人说医疗资源紧张的 谁又对这些 都在医生里闹着 你们家就是一把钥匙啊 给我钥匙让我给你开门 找韩晏东啊